众所周知,在一个足球团队中,队长是一支球队的精神支柱,能入选为队长的人,一般在技术方面也是过硬的,而且在作风方面也是非常正派和积极向上,因为这个球员非常特别,他不仅能够凝聚团队力量,更是代表一支球队的精神面貌,在一定程度上,一个好的队长也是决定比赛走势的关键人物,在世界足坛,其中C罗和梅西就是如此,在葡萄牙和阿根廷国家队,这两人都扮演了多重角色。 然而在中国男足方面,无锡作为继正之后,新的国家队队长,原本是球队综合素质最给力的球员,却在前段时间被一些不理智的球迷视为国足惨败的背锅侠,这使得无锡也饱受外界质疑,许多球迷也是跟风批评。 从客观来看,在对阵越南队的比赛中,国足丢的手球,看上去确实无锡在防守时有躲球嫌疑,但事实上,单纯看这个画面就判断无锡的胆小,确实有一些不理智。 回顾整个丢球过程,越南队边路进球,无锡只是补位,而真正失位的球员是后防张灵鹏。 从这方面来看,其实无锡是积极防守,补缺了队友的漏洞。 另外一方面,由于情况很紧急,无锡也是下意识躲开,是为了避免球打受。 要知道,在禁区内,手球的判罚是非常严格,一旦越南队球员踢出的皮球打中无锡的手,那对于国足来说,也是致命的丢球,只不过非常恰巧,这力球传出去后,对手就打尽了,这也使得无锡成为了背锅侠,被认为是躲球了。 另外一方面,7年前的亚洲杯赛场,也可以充分回击无锡的躲球论,在17年的试育赛,12强对阵伊朗队,无锡在比赛中就拼到流血,除此之外,在中超江苏队中,无锡也是多次拼到受伤,在过去很长时间里,无锡都被外界誉为拼命三郎,所以说,此次试育赛不敌越南队,丢手球怪罪无锡躲球,基本上可以说是无稽之谈。 还有一点,在近期,关于无锡接受采访,说经常吃海参,也被饱受外界质疑,事实上,无锡是被冤枉了,因为这是国家队的海参名企的赞助宣传,作为队长,他不去谁去呢? 另外一方面,在输越南队后,关于无锡和张林鹏在机场谈笑风生的画面,被外界认为是缺少荣辱感,这样的说法更加荒谬。 在外界球迷中,作为足坛名嘴的黄建祥率先看破了这一现象,所以他因为之前的言论,主动向国足和无锡道歉。